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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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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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蛮多选手的都是来自于团中 那当然对于他们三个来讲 这边是艾斯超浅 小光其实在出赛我们一直在讲到 他的一个状况其实表现得非常不错 刚才我有问到他这个练习的时间 其实平常真的没什么时间可以练习 那因为他跟阿博怪都是高中生 那黑棋的部分因为已经上了大学 时间稍微多了一点点 所以他们三个里面练习量比较多的是 本来是黑棋 对啊 时间多了一点点 还不能拿去把妹 真的很辛苦 把妹应该就是另外一位赛品的工作 对对对 就是从高中就很多时间 这个可能要从国小说起 对对对 我们这些电竞选手挤出来的时间 真的 时间就像应急就总是有的 对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欧文 真的还是非常稳定 欧文真的第二季开始 跟第一季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欧文跑了第一名首位 拿到了十分的积分 昨晚他是有四张第一 四张第二 总共才十张 他就有八张都在一二两名 对 昨天他拿到了81分的积分 果然是第二季开始越来越进步 欧文的成绩2分05秒58 并没有能够破联盟记录 好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回合 是在童话魔女之城 记录保存是今天有出赛的村村 2分0秒20 对啊 欧文呢第一场 第二季的第一场79分 昨天81分 对 进步了2分喔 今天应该可以83 哎呦 要再进步喔 这个 哎呦 阿姨卡腔了 卡得点可惜 艾石大幅度的落后 反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合 是阿伯怪一马当先 但是 啊 刚刚才讲完 马上掉下来 要到第五名 阿伯怪在上个回合 跑到第三名 看不错 对 但阿伯怪这边 还是要多努力 因为在 呃 前两场 刚好两场都是第六 嗯 那黑棋两场都是第四 小光两场第五 刚刚好都是这个顺序 但也希望他们能够 多加油啊 虽然时间很少 比较辛苦 哦 纯纯上个回合跑最后 他现在是冲在第一 第五跟第六名呢 是落对落得比较有点远啊 黑棋跟艾石 一二三四名呢 非常的接近 小光呢 稍微碰了一下 纯纯 纯纯还是保持在第一名 哇 这一个 过这个圆环的角度喔 对 有点可惜啊 并不是太好 好 我们可以看到阿伯怪上来了 前面 春春依旧是维持得不错 啊 还有小光 逆向的 卡 你可以看到 掉到后面 而且第五 第六 是跟前面的距离蛮遥远的 对 已经脱节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回合就是 春春跟欧文要拼了 好 进入到城堡了喔 出了城堡 紧接就是终点了 所以过了这个大型的U1 超大的U1 还有一个 春春在这边有点可惜啊 卡了一下 喔 欧文 欧文紧接的角度过来 这边是把春春给挡住了喔 直接通过终点了 欧文连续两回合跑第一了 那珍珍呢是第二名 不怪耶 连续两回合是第三名 哇 欧文真的非常的猛啊 成绩是2分01秒25 并没有能够破联盟记录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三回合了 矿山危险的精炼场 记录保存是ROCK 2分11秒21的成绩 连两张的首位啊 这个欧文在今天状况非常不错 但它最知名的就是连七张 那其实在上个回合 对于小光以及黑旗是比较可惜的 其实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ICE真的是卡得蛮严重的 第六名 那但是到后面的第二圈之后呢 反而是 ICE往上爬 爬到第四了 那主要还是真的是在 失误的部分呢 还是要稍微改善一点 两位业余车手 哇 黑旗被挤了一下 看还是维持在第二名 好 这边是小光黑旗喔 第六名的阿波怪 钓得蛮后面的 可以看到左边都有一个小地图 那不过呢 在第二季开始 特别第一组这边 黑旗小光都有跑过 单回合的第一了 对 唯独就是阿波怪 廖维萱选手还没有 昨天呢 他有两张第二 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超到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小光喔 依旧非常稳定喔 在第一名的位置 纯纯欧文要追 好 第二圈开始 小光 周明峰选手 能不能够持续地 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呢 欧文现在在第五了 对 刚刚这个过弯的时候 有一点点转得不够顺 好 这边距离维持还不错 小光在 这个回合有机会喔 周明峰同学 对于这个车子的操控能力还不错 对 完全没有任何失误喔 这边还是要坚持 因为后面慢慢逼近了 逼近的时候最可怕 对 最可怕 这个后面的选手虎试丹丹 这边普向的是艾斯喔 有时候从后照镜一看后 就是避免紧张 好像黏住了喔 对 好 这边还是非常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小光 好 艾斯 不好意思 掉下去了 第六名 小光通过了终点 拿到了第一啊 周明峰群手 今晚的第一张守卫 上个回合他还第六 这个回合跑了第一名 欧文第二名 欧文 村村则是第三 小光的成绩2分13秒79 并没有能够破联盟记录 好 接下来进行的 则是第四回合了 村落九份赛道 记录保存是ROCK 1分14秒48 所以刚才看小光在跑 真的还蛮稳定的 完全没有任何失误啊 对 虽然后面啊 后面艾斯村村不断地在追啊 但是还是 我觉得他抗扬性还不错 那特别是因为他们有提到 周五算是他们定场出赛 又从这个外地老 那连续两天 礼拜六 礼拜天之后出赛 又住怀石拜宿舍 那可能练习的对象又是 像这个ROCK 爆哥 所以我觉得今天礼拜日 相对来讲 可能会比较稳定一点 好 来到了台湾独有的 九份赛道 我这样赛道 当然汽车流动区啊 是整个赛道的一个关键 对 而且呢 看到跑到那个位置 会非常非常地精彩 而且也很惊险 对 昨天 就看到有一些人 有一些选手差一点点要撞上 好 现在就到了我们汽车 汽车流动区 对象来车 汇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这个油丸啊 撞到了 欧文 欧文 其实刚刚那个角度 欧文在往内切 切到这个土 这个咖啡色的位置的话 可以 可以毙掉 刚好是在车子的左侧里面 但是刚刚好可能没有切进去 直接被撞飞 对 被迎头撞击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两位夜宇轩 表现非常出色 而且是把距离给拉开 直接通过终点了 对 而春春还在很后面啊 哇 黑棋 跑了首位的第一名 哇 黑棋 前面三回合 第五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这个回合啊 跑了第一 阿博冠呢是 跑第二 小光跑了第三名 三位夜宇的车手呢 分居一二三名 黑棋的成绩 1分15秒75 并没有能够破联盟记录 好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五回合 布罗地秘密的研究所 记录保存是 豹哥 White Spider Near 2分04秒67的成绩 上个赛道感觉阿博冠 快可以拿下第一了 不过还蛮可惜的 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能够 跑到首位 对 已经是跑了24回合了 对 24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的分数 欧文32分还是蛮高分的 其他的车手都是在二十几分 还蛮有机会的 对 主要是欧文上个回合 跑了第五名 就拿到四分的积分 好 这边是黑棋小光喔 在今天相对来讲 真的是比较稳定 都可以跑到前面的位置 哇 被撞了 被推了 哇 这个位置有点可惜 春春补上 艾斯补上 是上个赛季的亚军 对 第二名 对 第二名 是上个赛季的亚军 对 第二名 而且他在这个分组 第一个指名的就是欧文 选了欧文在第一组 不怪 很可惜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小光浮上来的 这个速度蛮快的 春春在后面 也有机会 小光怎么飘 飘来飘去 又撞到墙了 他撞 好 这边喷出来 连续的加速器 对 我们可以看到小光 直接掉到第六 反而是我原本 略余在前面的一个名次 全部颠倒过来 艾斯 通过了终点 今晚拿到了第一次的首位 第一张的首位 第二名呢则是 春春 第三名是欧文 第四名是阿婆怪 第五名黑棋 第六名是小光 成绩是2分06秒52 并没有能够破了联盟记录 好 我上半场五回合跑完了 要请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来看下半场的比赛 好 各位观众来看一下 跑步卡丁车今晚前五回合 跑完的成绩 新阶段还是欧文以38分 排名在第一名 但是 艾斯有32分排第二 30分的是欧阿博怪 30分排第三 另外28分的是尊策 27分的是小光 25分的是黑棋 每一位选手都还有机会 那其实呢 在昨天也是一样 上半场五回合跑完 大家的分数都落差没有很大 都不到十分的差距 但是下半场能否坚持到底 因为欧文就一路 在下半场 在昨天的比赛 两张第一 三张第二 五回合通通在一二两名 好 现在进入到的是 第六回合 森林迷幻的下坡道 记录保存是尼尔 一分37秒79 好 这边一开始欧文 是有点严重落后 跟春春两个人 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小地图两个人的距离 是稍微落后了一段距离 小光我们可以看到 是跑得不错 在一开始 现在阿博怪在第三名 但也不用太着急 反而着急容易失常 对 阿博怪虽然在 我们可以看到 上半场没有跑过第一 但是它的分数还不错 还不错 30分 所以真的是要稳稳的 不要大起大落 对 30分是排在第三名 然后第二位车手里面 排第三 算是A站班 好 这个小光太可惜了 没有能够过捷径 反而是把距离给 这个 等于是跑的距离 会比较长一点 它是不是看到前面有一些车祸 干脆卷成不走那边 对 以免被推下去了 对 因为前面好像 真的有人按R了 对 而且一开始 严重落后的欧文 刚刚讲完直接又掉了 不过刚刚速度还是蛮快的 直接上到第一 纯纯碰了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隧道当中 都有一些柱子 都凸出来的 这个卡得有点严重了 阿博怪卡得严重 但还是在第三 特别是在那个盐洞里面 因为颜色的关系 你要去分辨哪些是突出来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 终点前的一个大斜坡 欧文在第六 这个回合真的是精彩 春春跑了第一名的首位 第二名是艾斯 阿博怪跑了第三 还是算稳定 小光是第四名 黑骑是第五 欧文是第六 春春的前进1分37秒57 放烟火放鞭炮 这是破纪录了 1分37秒57 是破纪录了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七回合 黄金文明之危险机关 记录保存是欧文 1分52秒91 是开着游侠HT的车总 这个礼拜五 写下的联盟记录 好我们可以看到 春春一马当仙 跑在前面的位置 欧文因为上个回合 跑了第六名 第六名也是他在第二季 第一次 单回合跑第六 第一次 而且刚刚他起伏蛮大 一看也严重落后 那中间追到第一名 但是又掉到第四 一路掉到第六 因为欧文在第一季的第一场比赛里面 四张守卫没有第六 昨天第二场比赛呢 四张守卫四张第二 也没有第六 有一次是第五名而已 所以我今天在第六回合 今晚的第六回合跑到最后 春春被压扁了 我刚刚过了这个铁球区 直接被压扁了 刚才竟然还有拍到 真的是 很有趣的 被压扁了之后 现在又掉到第六名了 落后很远 这个回合真的是蛮特别的 一、二名是一个集团 左下角的一个小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是长蛇阵 这么一来 今晚的竞争会更激烈了 现在欧文只有41分 艾斯40分 只有一分之差而已 阿博怪36 春春38 所以艾斯现在跑在第一名了 欧文在最后 对 这个距离都拉很长了 对 又拉很远 你第一名单回合第一名 是十分积分 扁了 他博怪在压扁了 这个实在是 就是 今天真的是 有三个车手都被压扁了 撞到柱子 这个应该是后面有稍微推他一拐 整个飞起来 已经倒数了 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办法回来 欧文 欧文 三秒 两秒 刚刚好 好 冰人艾斯是跑的第一 阿博怪是第二 小光是跑的第三名 1分54秒92 并没有能够破联盟记录 欧文是最后一名 哇 欧文已经连两回合都第六名了 接下来已经要进入到的是 第八回合了 森林法夹湾 记录保全是报哥2分08秒90 先来到第八回合了 欧文现在分数已经落后给艾斯了 跟阿博怪是并列第二 春春43分排第三 好 这边欧文杀上来的 好 这一个隧道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车手都过得还蛮顺利的 所以欧文想要连三场 连三场 连三拉三都跑第一名的话 只剩下两个回合了 这是第八回合 对 今天竞争非常的激烈 分数都差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 这个分数最高的 业余车手是阿博怪 就是今天来讲 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因为过去两场他已经是 两场都跑第六 而至于呢在 第一季的比赛 这个包含例行赛跟街后赛 联装 就是 三场比赛 连续三场都拿第一的 只有ROCK一次 ROCK 三连吧 三连罐 然后第四场呢是 第二名加赛输给了鲁夫 不然的话他可以四连罐 四连罐 那欧文现在已经是 连两场第一了 其实要连两场第一的也不多 也不多 鲍哥他个人有过两次 连续两场第一 那艾斯也有过两次 连两场第一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艾斯追上来的 他卡了一下欧文 掉到后面 掉到了我们可以看到是第四名 艾斯在这个回合是非常有机会 可以拿下首位 好 艾斯通过了终点 连续两回合 艾斯连罐燕选手都拿到了第一 今晚的第三张首位 入带了 春春 好了第二名 第三名是欧文 小光是在第四 飞棋第五 阿福伯怪第六 成绩是2分09秒69 并没有能够破雷蒙记录 好 现在进入到的是最 厚的第九回合了 海盗的秘宝 进入宝城是ROCK2分03秒27的成绩 艾斯这样子巩固下来 海盗已经有60分的积分了 对 欧文是50分 他10分 春春51分 他9分 艾斯 三张首位也是今天目前最多的 对 这边卡得很漂亮喔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这一波是阿波怪 杀上来的 阿波怪必须要跑一张首位出来喔 对 因为他刚前一个回合是第六名耶 对 原本他的这个积分还不错喔 但是慢慢被追过去了 对 他原本跟欧文是并列第二的 顶次于艾斯的50分 在前七回合 春春刚才被推一下 跑到下面的道路 速度稍微减缓 阿波怪 阿波怪 今天真的 好好这个摆脱低潮 能不能拿到 哇 但职业生涯第一次的单回合首位呢 阿波怪 跳维宣群手也才15岁而已 哇 两个人都卡住了 小光 这个位置有点可惜啊 我们可以看到补上的是黑棋 阿波怪也往后掉 但是这个距离还有机会 第二拳刚开始不久 黑棋这边面对艾斯在后面 后面紧追不舍 超车成功了 前面的艾斯也是非常的稳定喔 如果艾斯这个回合再拿下首位的话 应该今晚的定义就稳了 对 稳稳的 不过他如果拿第二的话也还不错 但就千万不要这个推紧 然后掉下去之类的 好 这就严重的落后 这边距离拉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艾斯在前面跑得轻松啊 对 阿波怪超前了黑棋 在梅花庄之后 已经要到秘宝区 马上就要冲天监日 村村在这时候杀上来了 超越了阿波怪 艾斯连三张首位 今晚的第四张首位 村村也是连续两回合都第二名 阿波怪还是没有能够拿到第一张首位 他这个回合跑了第三 成绩是2分07秒64 并没有能够破联盟记录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十回合了 最后一个回合 冰山停机坪飞越 记录保存是欧文的2分06秒15 所以阿波怪就差一点点 这个有第二也有第三 就是还没有能够第一 艾斯今天已经四张首位 不过一开始是掉到后面 但他由于他现在的一个积分 真的是蛮高的 所以 应该是已经提早宣布 他是今天的冠军 村村目前是59分 对啊 然后就算跑了第一 然后艾斯失败也追不上 对 所以冰人艾斯连续线选手 可以自行宣布动算 对 在后面慢慢地跑的关系 那前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阿波怪有机会 刚刚很可惜啊 刚讲到他就掉到第三 本来在第一名的 他本来是欧文的欧文的 欧文的 尤其啊 对 下半场的第六回合之后 两个第六名 一个第三 然后一个是第五 那他一开始是连跑两张守卫 好 这边又有一些碰撞 阿波怪卡在第三 前面是春春跟小光 小光如果可以拿下 守卫的话应该是他 单场两张守卫 应该是目前他的一个记录 没错 另外阿波怪 阿波怪今晚应该可以摆脱第六 对 前两场他都第六名做手 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他现在已经有53分了 甚至还有机会啊 朝前欧文以及甚至春春 如果现在春春跑到第二名 紧追在第一名的小光之后 但是阿波怪现在又第六 而且落后离距离还蛮远的 对啊 真的是很可惜 现在朝前的黑旗在第五 小光 这边要撑住 我闻上来了 哇 终点前 直接是超过月春春 小光 电竞小光 中民风选手 跑了第一名的守卫 今晚第二张守卫 哇 欧文啊 后来居上啊 跑到了第二名 春春是第三 艾斯是第四 我阿波怪要在第六 2分08秒53 所以没有能够破联盟记录 好像有同分的喔 我这边初步的一个统计 对 我这边初步统计 阿波怪跟小光都五十六分 就应该要进入加赛吧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还是要以官方 电竞联盟官方公布的成绩 没有一样吗 好 阿波怪是 五十 阿波怪刚刚不是最后一名 但是有冲上来 所以是五十七分 好 我现在公布最后的一个 分数跟名次 由于闪电狼的 冰冷艾斯联官业选手 75分呢 拿到了第一名 第二名呢 则是65分的春春 第三名是62分的欧文 那第四名就是阿波怪了 总算摆脱垫底了 那第五名是小光 56分 第六名是黑棋的45分 好 这边请观众朋友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SFOnline 下次见